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比较长的 对吧 非常的长 所以说呢 在没有数据的地方呢 我就用填上了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等会儿我们要用到定位空单元格这个功能 所以说呢 我需要把这些空的单元格都先填上 这边呢 我们就不填具体的工资数值了 没有的地方呢 就用0来代替一下 怎么样 在每一个人的前面都加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表题呢 我们需要用排序功能做一个辅助 首先呢 我们在A列这边按Ctrl Shift 加等于号 快速的插入一个辅助列 我们输入辅助就可以了 然后呢 1 往下拖拽 快速填充一下 选择填充序列 把这个序列复制一下 然后呢 填错V 再复制到下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选中A2这个大元格 然后排序按照升序来排列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样呢 就是每一行 因为排序的原因 对吧 每一行都相当于插入了一个空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接下来 再复制表题 这个表题很长 如果一直拖很麻烦 这边有个很快捷的方式 就是按住Ctrl加C的键 然后呢 方向键向右点一下 对吧 整个行就被选中了 Ctrl C复制一下 然后呢 按Ctrl A 同时选中整张表格 按F5 调出定位 选择定位条件 然后呢 把空值勾上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所有的空值空行都被选中了 再按Ctrl V 把刚才的表题复制下来 所有的 对吧 所有的空行都被复制上了一样的表题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再用工具把它裁一下 那个工资条就做好了 当然也可以 就是如果不用指示工资条的话 也可以 呃 发这种就是呃 这种电子版的工资条也是可以的 对吧 好 那关于工资条的制作呢 就介绍到这边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想要更系统 更全面的学习Excel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向天歌 一起来观看我们的收费课程 Excel通关密集 七大篇章 40个最精华的知识点已经全部上线了 我在课程里等你哦